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晚安 現在是到美國112年 7月11日星期二晚上 下班後呢,老哥到園子裡面摘了兩顆的菠蘿蜜 那一顆給我呢,那我壓了它之後呢 發現它已經軟了,而且味道已經出來了 前幾天呢,有好朋友在那個頻道裡面 應該不是頻道,在我們的伊甸園的臉書社團裡面 有在詢問喔,他說 菠蘿蜜要怎麼判斷是不是已經熟了 那這剛好藉由今天呢,這一顆菠蘿蜜呢 我來跟各位講一下,一般這種乾包的菠蘿蜜喔 我們去拍它 來聽一下 像在打鼓的聲音喔,就啵啵啵 沒有清脆,如果像是西瓜那種清脆 硬硬的清脆,那就還沒好 那如果像是一種打鼓的聲音 齁,就是好了 而且這種打鼓的聲音,你壓下去 是軟的 齁,所以拍壓,然後再聞一下 嗯,好香的味道 齁,這個就是一般齁,大部分 也不是一體適用啦 大部分的菠蘿蜜的一個 成熟度的一個判斷喔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判斷這一顆是已經熟了 所以我今天一樣齁,要把它 切開取它的果肉出來喔 那因為是菠蘿蜜喔,非常黏 這個刀子上面呢 我有用沙拉油,避免等一下不好洗 不好清 好,那我現在呢,就直接幫他做一個 呃,開果 來 開,從中間切下去 從中間切下去之後呢 主要就是要取它,你看 好黏啊 取它的這個中間這一顆心 哇,你看 中間這一顆心喔 非常黏 非常黏齁 等一下這個刀子會很難洗 所以呢 我就先用一點這個 沙拉油 那現在呢,我這個是乾淨的 手上這個是乾淨的 就是什麼 那個塑膠袋齁 我用這個塑膠袋先 把上面這個 它的膠把它黏起來 這膠,塑膠袋 把這膠黏起來 你看剛剛是滿滿的膠 我現在把它黏起來 等一下處理的時候 比較不會不好處理 這邊也是 這個塑膠袋 非常容易把這個膠黏起來 黏乾淨一點 要拿乾淨喔 你不要去拿那個 用過的齁 這個是塑膠袋是乾淨的 就把這膠黏起來 那順便呢 這個 刀子上面的 也黏一下 盡量黏啦 等一下黏不起來之後呢 我們在清洗的時候 我們再黏 用乾淨的塑膠袋再黏一次 我們現在已經 大致已經黏 黏這樣 好,再來處理 來,垃圾 幫我拿著垃圾桶丟 小心不要用到膠 小心拿著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取果肉了齁 切開 好 好,先取這一邊 我再拿一個塑膠袋 一樣乾淨的塑膠袋 再拿著 避免把手呢 都用的全部都是 接下來把中間那條心 取下來 切開 好,這條心切開了 好,這條心切開了 來,幫我丟 好,接下來就是取果肉 你看喔 這個我們現在把它扳開 就是用果肉 不過這邊還有很多的 膠啦 最好再把它黏一下 油兒,你再幫我拿一個乾淨的塑膠袋過來 我們這顆菠蘿蜜呢 它是屬於乾包的脆的 很香 很甜 非常香非常甜 有些人喜歡吃這種脆的 有些人喜歡吃軟的 那大部分的那個 琉璃蜜呢 它是比較軟 菠蘿蜜呢 它是比較脆 那還有另外一種叫孟姦 孟姦那個就不一定了 好,先拿一個就好 好,我先把上面這個 再黏起來 你看 一樣齁,再把這個膠黏乾淨 黏乾淨之後 我們在取這個果肉的時候 就不會整個手弄得黏答答 等下不好洗 你看剛剛稍微黏住就這樣子 好 好,再黏一下 OK 好,現在就可以開始來取果肉了 喔,你看這超黏的 喔 紙掉了 果肉長這樣 它的 肉喔 蠻厚的 肉也蠻厚的 整顆這樣子 這個紙剛剛已經掉出來了 我們拿給攝影師 吃看看 來 實際講出好吃不好吃 或者感覺 覺得甜嗎 嗯,甜 很甜對不對 然後香氣很足 香氣很足 然後很脆 很脆 又甜又香又脆 這個就是 標準的菠蘿蜜的一個 口感 跟孟姦啊 跟琉璃蜜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這個果肉呢 一個一個把 拿 一個一個把拿起來 齁 好啦,那今天的這個 開果 齁 順道主要啦齁 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齁 我們如何判斷 菠蘿蜜 它已經熟了 可以摘了 齁 那依我們的經驗齁 有一些夢間齁 有一些夢間齁 有一些夢間 你如果用拍鴨蜜的方式齁 會過熟 因為有一些夢間齁 它蠻適合摘下來後熟 那有一些夢間你如果 聞到味道或者拍是 大鼓聲音齁 然後 聞有香的時候 摘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它已經過熟 過熟會有什麼現象 就它 果肉裡面的種子會發芽 果肉裡面的種子發芽 然後會 那個羹呢 會穿到這個果肉裡面去 整個果肉的那個新鮮度啊 就不夠了齁 OK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吃啊